以赛亚书第67天 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尔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神赐给智慧 平安和喜乐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讨神的喜悦 以赛亚书51章1到16节 不变地应许 你们这追求公义 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 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 被挖而出的沿穴 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和生养你们的撒拉 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 我选招他 我选招他 赐福予他 使他人数增多 耶和华已经安慰喜安 和喜安一切的荒肠 使旷野向伊甸 使沙漠向耶和华的缘由 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 感谢和歌唱的声音 我的百姓要向我留心 我的国民要向我侧耳 因为训会必从我而出 我必坚定我的宫里为万民之光 我的公义临近 我的救恩发出 我的榜币要审判万民 海岛都要等候我 依赖我的榜币 你们要向天举目 观看下地 因为天必向烟云消散 地必如衣服渐渐救了 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 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 我的公义也不废掉 知道公义将我训会存在心中的名 要听我言 不要怕人的辱骂 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惶惶 因为蛀虫必咬它们 好像要衣服 虫子必咬它们 如同咬羊绒 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 我的救恩直到万代 耶和华的榜币 兴起兴起 以能力为衣穿上 像古时的年日 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 从前砍碎拉哈勃 刺透大鱼的 不是你吗 石海与深渊的水干涸 石海的深处 便为熟民经过之路的 不是你吗 耶和华救赎的名 必归回 歌唱来到喜安 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 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 忧愁叹息 尽都逃避 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 你是谁 竟怕那必死的人 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 却忘记铺张诸天 立定地基 创造你的耶和华 又因欺压者图谋毁灭 要发的暴怒 整天害怕 其实那欺压者的暴怒 在哪里呢 被掳去的快德释放 必不死而下坑 他的食物也不至缺乏 我是耶和华 你的神 搅动大海 使海中的波浪蓬轰 万君之耶和华 是我的名 我将我的话传给你 用我的手引遮蔽你 唯要栽定诸天 立定地基 又对西安说 你是我的百姓 当神呼吁人 听从他仆人之话之后 神深知他们心里的软弱 因此借着先知 兼顾那些回应他话语的子民 他们虽然会向行在暗中 没有亮光 但神提醒他们 亚伯拉罕从前如何顺服 回应神的选招 神因此赐福给他与撒拉 同样的 神今天也要赐福这群回应的人 他们必将要在充满欢喜 快乐声音的耶和华园子里 神再次提醒他们 天地都会废去 但神的公义与应许绝对不会废去 神的救恩必定来到 万民都要仰赖神 他们所坚持的不会归于无有 神也提醒他们 不要害怕那些 不听从神仆人话语者的毁谤 这些人将会灭亡 神更要他们回想 从前是谁带领他们祖先出埃及 今天这样的作为也要重现在他们身上 虽然被敌人掳掠 但是不要因敌人惧怕 要转眼仰望有创造大能的主 神必定要成就他的应许 因为他们这些追求公义 寻求耶和华的 都是神的百姓 神的国民 神必会眷顾他们 以色列中追求公义 寻求耶和华的人 会行在暗中没有亮光 跟随主的人会遇见困难 但我们有一个确信 就是神是深知我们难处的神 也是恩典够我们用的神 以色列人回应神的话 并寻求他 神知道他们所遭遇的难处 因此发出安慰的言语 今天神也深知我们的软弱 在以色列的时候 神怎样安慰他的百姓 今天神也同样安慰我们 因为从前所写的圣经 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可以得着盼望 我们相信出埃及时 神如何眷顾他的百姓 被鲁时期 神如何兼顾他的百姓 今天这恩典仍然要临到他所爱的子民 就是我们这些回应他话语的人 因为神是昨日 今日 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 信心是领受恩典的钥匙 我们深信 从前所写的圣经 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主啊 求你在我们每次读你的话语时 不断借着圣灵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平信心相信 从前那些回应你的人 所得着的恩典 今天我们同样也要得着 求主给我们这样的确信 让我们活在你话语的喜乐里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道读神的话 罗马书十五章四节 从前所写的圣经 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可以得着盼望 阿们 主啊 是的 从前所写的圣经 都是为了教训我们写的 主啊 都是为了教训我们写的 圣经化的 都是为了教训我们所写的 阿们 是的 从前所写的圣经 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阿们 主啊 圣经 都是为了教训我们而写的 阿们 主啊 是的 圣经 是为了教训我们而写的 感谢主耶稣 因为祢所写的圣经 是为了教训我们而写的 主耶稣祢爱我们 祢为了要教训我们 教导我们 主耶稣将祢的话语 都写在圣经当中 主啊祢的话语都写在圣经当中 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主啊祢的心 祢的话语要生出忍耐和安慰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祢教导我们 使我们有忍耐有安慰 是的 主耶稣啊 透过祢的话语 透过祢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要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学习 主啊 因为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要成为我们的准则 赞美祢 主耶稣祢会成为我们的准则 主耶稣祢的话语是我们生活的准则 主耶稣感谢祢为了教训我们 赐给我祢的话语 而因为祢的教训我们学习忍耐 我们得到安慰 主啊 主啊 是的 祢的话语使我们学习忍耐 主啊 祢的话语当中我们得着安慰 主啊 这些都要使我们得着盼望 你的话语使我们可以得着盼望 阿们 哈利路亚 主耶稣祢的唯有祢的话语可以使我得着盼望 阿们 主啊 是的唯有祢的话语圣经当中的字句可以使我得着盼望 阿们 是的 主耶稣祢我们在祢里面得着盼望 主耶稣祢感谢主因为祢说祢的话就是祢 主耶稣祢就是祢的话语 阿们 主耶稣祢教训我们 祢安慰我们 祢赐给我们忍耐 并且因为在祢里面我们可以得着盼望 阿们 主啊 是的祢使我们得着盼望 主啊 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使我得着盼望 阿们 主啊 我也应证祢的话得着忍耐和安慰 是的 主啊 让我们能够可以尝在祢的话语当中得着盼望 阿们 主啊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耶和华 祢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